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又开直播了 看一下哈 这个时间是 9点 差不多9点半的时间 那你们有在线上等候我的直播吗 这几天我都还是保持着 每一天 都上线做直播 哈喽大家晚上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今天是2018年1月1号 所以新的一年已经来临了 嗯 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哈喽大家好 Happy New Year 你看我今天也是在做工 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在做工 还没有看过 你们跟随我的直播 这么久以来 还没有看过我休息 除了我去旅行那个时间 我是休息的 那其他的日子 其实我们一天都在做工的 OK 大家晚上好 你们吃饱了吗 这个时间 嗯 OK 那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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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嗯 12月30号 那天 就做了一个直播是 关于到12生肖流年运势 还有啊 那个开运的方法 那时候就分享了很多资讯给粉丝们 嗯 就关于到啊 啊 在这2018年里面 戊戌狗年里面 12生肖要注意的东西 还有就是你们的财运啊 贵人运啊 啊 感情运势 事业运等等 还有健康运 对吗 嗯 所以在那个12月30号的那个直播 我觉得还蛮不错 蛮成功的 好多人有很好的反应 也希望 线上的粉丝从我的直播里面 从我的那个运势 预测的运势里面 能够知道掌握一下自己在2018年 来临的这一年里面的 自己整年里面的运势 帮助你们自己开运 所以我做那个直播的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帮助到线上的粉丝们 帮助到大家 OK 所以 相信你们有看我的直播吧 OK 很多人还在打招呼 大家晚上好 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到来了 2018年已经来临了 你们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那新的一年来临 是不是已经开始用我的日历呢 所以新年了 所以我的日历 你们可以翻上来用了 OK 嗯 是不是开始在用了 有没有人把它放在你的桌面上 已经开始在用我的日历呢 所以就把旧的日历给收起来吧 现在新的2018年 你们可以开新的日历了 那就新的里程备就开始了 OK 新的一年来临 当然大家就要好好的过这一年 每一年都要 嗯 嗯 年头一开始就应该要好好的去规划 嗯 保持开新的 嗯 一个年头呢 年尾就会不错 所以 非常鼓励大家在一开年 就保持着心情愉快 那做一些 可能有些人在今天是假日 那么 嗯 可能就陪一下家人 新的一年 就是要有一些 可能新的展望 新的计划 或者是有什么理想目标想要达成的 在这一天里面 你可能可以写一些not 啊 在自己的calendar里面 有一些什么wish list 可以在里面做一点记录 主行的一年我想要什么什么 你赶快写上来 ok 啊 那么在第二个月份 你想要什么什么 你可以赶快写下来 那我每一个上面 我都有些一些鼓励的话 一些纪律的话 所以 其实是要你们看的啦 做了这么辛苦的这些东西 就是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些内容 ok 当然新年我都鼓励 大家能够的话 做一下开运的 这一些 啊活动 帮助自己整年的运势打开来 ok 我们看一下线上的粉丝 有什么问题吗 嗯 大家还是祝我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我也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里面 啊 能够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ok 啊 那么我分享过的 十二生肖的运势 那流年的风水 在上一次里面 我也分享过了 其实在我的calendar里面 也有教大家这个流年运势 流年风水 要注意的思想在这里 2018年 流年风水 看到吗 ok 在我calendar里面也有教大家 嗯 但是我好像没有放弃Facebook 可能我会做成JPEG 分享去Facebook给大家 方便你们 就是说你们在 啊来临的这一年里面 还没有到了哈 正式来说新的一年 啊 我们的传统里面 我们还是根据二月四号 就历春过后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流年风水来摆设 那这里有所有的方位 啊 所有要注意的事项 哪一个是好的位置 哪一个是不好的位置 你家里的风水 自己做一点小调整 通过我的这个日历 你可以看一下 那要不然就是我明天做成JPEG 把它放在Facebook里面 方便你们做参考 那么很多时候我做的东西 我都不大喜欢自己搜索住 我想分享 那我想分享给线上的粉丝 分享给大家 让你们啊 借做 借做一个参考 然后啊 对你们都蛮好的 OK 那很辛苦去设计这些东西 也很用心的去做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线上的你们 OK 那么啊 十二生肖的孕士那时候 12月30号那天我就讲了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风水讲坛的一个直播 那有些直播对我来说比较正式 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像那天的十二生肖 运程的直播 那那个直播里面 我就有介绍这个开运的水晶 这个大家还知道吧 那我在Facebook在昨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po上去 十二个生肖 你们各自幸运的水晶 增加你们能量磁产的水晶 对你的power 你的power的crystal 你要知道对你自己有帮助的 对生肖运势能够提升的水晶 那我就有分了很多 包括提升你的家庭运势的 你的基本运势的水晶 还有就是你的事业运 感情运 还有可能就是人际关系 还有学习的这一块 所以我就把它区分的很仔细 所以你想要帮助什么东西 你就带什么样的水晶 所以很针对性的 很针对性 对大家都很有帮助的 所以你们把它收藏起来 看对自己要怎么下药 可以自己对症下药的 所以可能你觉得自己 人际关系比较差 你就带加强你人际关系的 那一个水晶 如果你觉得 你想要催财运 进来事业运不怎么样 可能你就可以带财运和事业运的 两条带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 就像我一样 有时候我会带多几条的 你看我今天带的是海蓝宝 是那天我自己设计放金下去的海蓝宝 你们还记得吧 所以这是我自己做的 带上去挺美的 我挺喜欢的 ok 它有个如意的 所以然后我再配一条白水晶 还有就是我的机关23 机关23 我也是蛮喜欢这个机关23 那我配一个皮修在这里 ok 所以你要怎么带 和你想要加强什么 你靠你自己的双手 你自己加在 加持在你自己身上 所以我把它细分了很多 那这一些东西 我都完全根据一个生肖的 一个生肖的性格 你明白吗 所以要把水晶配生肖 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要配完 它生肖本身的一个特性 它的强点 它的弱点 那么再来参考一下 流年运势对它的影响 那很多方面 水晶有它很多很多功用 我的4号还是在研究水晶 所以我要看很多 Crystal的书 水晶的书 看到吗 所以水晶里面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水晶 不同的功用 开启的能量 对应的脉轮 各式各样 所以在水晶研究 的确是我们需要下很多功夫的 Selenite 这个上次有教过大家看的 所以在这些 你看所以变成我们都一直在研究 一直在读 一直在看 然后在研究原始 在研究原始 这个我也是蛮喜欢的 ok 所以很多我都一直在看这些水晶的书 那当然也要去到水晶出产地 再去看水晶 所以水晶研究 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对一个卖水晶的人来说 可能他就割货了 这样子卖 其实我觉得不够了 你对你自己买的 拿的货 你都没有信心 你如何卖给人 那我会觉得 对我来说我做不错了 我的水晶 我一定要经过自己精挑细选 要自己去磨去看 去拿去选 那当然水晶有时候 我们会拿那个 那个叫什么 loop来看 那正是很多时候水晶的 透我还是要拿手电筒来照 因为手电筒来照 可以看到他里面很多东西 所以在水晶研究这边 我花了蛮多功夫 蛮多精神的 所以带进来的水晶 都充满了很多爱了 告诉你 ok 所以水晶的研究是一个兴趣 当然水晶结合在生肖里面 对不同的生肖 的确有它不同的影响 那在五行里面 它又发挥很多很多它的作用 那么在可能在星座方面 我也会稍微去研究 星座对应水晶的那个功用 那么再来就是五行 那么再来就是如果你想要 特别增加什么东西 你要看回去自己对你有利的东西 所以我会做一个水晶讲坛 从三次开始我就讲我要做水晶讲坛 但是一直抽不到时间 一定要等到新年过后 我抽到时间我就准备了我的水晶讲坛 因为风水讲坛我都一直在做 那接下来就是要做水晶讲坛 对大家都好 又当做学习的一个平台 那我觉得看我的直播 不要只是看我平时的日常生活 吃吃喝喝这些不大好 要希望你们看我的时间 花这个时间一定要学得到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大喜欢浪费你的时间 又浪费我的时间 这样子的话 你要知道我又很忙 你知道今天在店里面派这个福袋 从昨天开始是排长龙 排好长好长的龙 从门口跟我排到 排到几间店去 所以那个壮观的场面很像什么 很像是可能是Gucci店还是LV店 年中大注销的那种感觉 所以是非常非常多的粉丝 来这里拿福袋 之前拿Calendar也是很多很多的粉丝 所以很谢谢大家喜欢我的东西 所以我的福袋 今天在这里我也带着上来给大家看 所以你知道吗 一天 在第一天的时候 12月31号那一天 在我的总行那边 就是在Skuden Nusa Vestari的总行 12月31号第一天发福袋 我那边只准备一千份 他在大概12点半的时候 一千份已经派完了 OK 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一份 我们是一个家庭一份 你可以imagine一下 12点半 从早上9点半到12点半 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一千份派完了 一千户家庭的人来到我这边 拿这个福袋 所以是多么多的人 那今天我们又再另外再加 OK 那我们会尽量都一直加下去 那如果完了我会通知线上的粉丝们 完了我们等一下 等我都其他新的货到 OK 因为没有这样快 因为一派完 我是准备四千份 四千份 那一天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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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派完了 告诉我而且还两个分行 一个总行一个分行 所以是非常好的反应 OK 当然我这个福袋里面 专满着满满的祝福 所以的确和别人的福袋不一样 我也很希望在新三的朋友们 新三的粉丝们 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拥有我的一个福袋 OK 我会尽量再添加的 你拿到了我的福袋 那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先 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你可以放一个double way 放一个赫子里面 把它装在里面 因为我怕你留到2月4号会生米虫 所以你先把它放在double way里面 来收着密封着放着 等到2月4号的时候 把它拿出来打开来 然后倒进你的米干里面 参在一起一起煮2月4号 OK 早上5点28分过后 才可以打开我的米袋 那有些米袋里面 有缠着一些东西 有一些很幸运很幸运的人 可以从米袋里面内有乾坤 缠着一些宝贝 所以2月4号你才打开来看 看看你是不是幸运的那一个 如果你是幸运的那一个 记得你要怎样呢 把它post上来 tag我一下 告诉我你就是那位幸运的人 你要想一下几千人 还有那几位 能够在里面有一些特别特别的礼物 在里面 是一些惊喜来的 所以希望你就是幸运的那一个 OK 那么派福米袋 其实是我的一份心意 当做回馈给粉丝的 那么再把我的一些资讯 比如说十二线下运势 还有开运的方式 幸运的水晶 这些都是我回馈给大家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希望把我的知识 我懂的东西全部分享 我对知识分享从来不会吝啬 我觉得分享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 OK 那么我的店 如果有来到我的店的朋友 来到我的总行的粉丝们 你会发现到 哎我的店下面有一点乱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正在专修 我的确就是把我的楼上 我的first pro first pro整个楼上 我正在重新敲过 那么我会铺满地上 全部铺满水晶 所以我正在做这个专修 就像我上次说过 我要做一个水晶能量磁场 给所有人可以过来我这里 当你要进化水晶 你要进化自己的身心灵 你要来这里静坐的话 那我提供一个地方给你们 然后是免费的 没有收费的 OK 但是还没有好 你们不要这样快来 等我一好了 我就会公布给大家 那时候大家才可以过来 OK 是一个蛮好的地方 很少地方 你能够找到满地都是水晶 然后你可以踏在水晶上面 你可以睡觉 你可以念功 你可以静坐 你可以打坐 你可以在那里用水晶 来治疗身体 那水晶它其实在治疗身体 有着很好的作用 因为我一直在研究 研究水晶的功用 水晶的功用 并不是说你觉得带着 这样子就发挥的很好 它有很强很强很棒的功用 很多人不知道的 那就是我一直在研究的 那水晶的确是一个很power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吗 OK 水晶可以拿来按摩身体 水晶它对应我们很多很多功用 有什么按摩法 到时候我的能量磁场做好了 我会准备这些水晶石给你们去按摩 OK 我们需要 然后你看 所以我正在研究多好多书 看到吗 所以它可以按摩 比如说你有头痛 扁头痛 用失眠 各式各样 身体上的问题 水晶能够对应着我们的磁场做 适当的按摩 所以我会有这些资讯 到时候我会放在我的店里面 让你们去学习 让你们通过按摩来帮助自己的身体 来看到吗 OK 所以它有它很强很强的一个功用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 它甚至对美容 对我们的美容都有起的很大很大的作用的 当不同的水晶有不同的作用 看一下吧 OK 看一下 OK 那再看一下 嗯 所以它对我们人体的那个 Securation 所以有研究的 OK 它对我们人体有的很强很强的作用 OK 所以 它的确 对我们的那个 麦啊 所以它的immune system 免疫力也是可以增加的 所以这些都是 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水晶 自己去感应食材 所以它有它的作用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强力的推荐给大家 这个水晶按摩啊 水晶的功用 然后如何按摩法 各式各样 它都有的作用的 OK 看到吗 嗯 不是盖的啊 要读书要研究的 对于每个穴位 还有每个方式 怎么个按法 还有每一种不同的水晶 它能够帮助到我们身体 开启哪一个健康的脉 哪一个穴位 可以全部很有作用的 OK Energy healing Energy healing 所以它是有这样子的 OK Crystal and stone massage 所以很多东西都要去研究 研究这些东西 然后才可以对大家有帮助 那这是免费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完全不收钱的 很多东西我觉得是 帮助到大家的健康 能够帮助到心上的粉丝 帮助到人们是一件好事 OK 那再来就是 接下来 因为很多很多粉丝 就讲到上次 我有讲过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啊 OK 我想一下哈 啊 OK 贵人福贵人子 对吗 贵人子在很很早以前我的直播里面 曾经有教过大家 那 现在有很多粉丝在问回 哎 贵人子怎么做怎么写 啊 之类这样子 所以我想做一个比较正式的 可能就好好的做 我放在一样放在 screen上面 电视机上面 所以让大家看的比较仔细的 好不好 你们觉得要吗 要学吗 贵怎么写 正式的写贵人子 我想好好的再教大家一次 可以做的比较正式的 做风水讲坛 之类教大家正式的写贵人子 然后用电视机 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学上手 OK吗 你们要学吗 反映一下吧 你们要学我就教啊 你们不学我就不准备了 我还没有准备了 这个功课 OK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要求 所以我就想啊 好吧好吧我花一点时间 今天晚上不睡觉就准备一下 OK 明天晚上再不睡觉准备两天 后天就可以翻上去的 你们觉得好不好 学一下贵人子 嗯 那我看起来很累啊 样子是很累 因为啊 我每天都很月睡 每天都有很多做不完的东西 然后每天都要想一下 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给粉丝 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都一路在做这个 那么去到店里面 又很多很多顾客要见 很多人要见 那很多生意要做 然后很多八字要算 很多风水要看 但是每一样东西我都做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都是啊 老天爷对我很好 给我很多很好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蛮感恩的 我蛮感恩的 OK 所以我就要把我的知识再分享给大家 有好东西就是分享就对了 那贵人子或者是贵人福 或者是白解福也是可以这样子讲 那他对我们的确有着很好的作用 但是他有着宗教的意义 所以你只有佛教啊 还是道家的啊 才可以用这个 那可能其他宗教的人就不大鼓励 可能你的宗教会排斥会反对 OK 所以这个贵人子贵人福 希望现在的粉丝能够的话 你们学上来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方式 OK 有时候我们在做事业 或者在做什么事情你需要 你需要招贵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烦恼 好像贵人运不怎么好 小人比较多还是什么 或者你开始创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贵人我想 我想找一下让他多一点人来我的店 或者让我的生意更加好 或者做事情 或者遇到官非 遇到麻烦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要烧一下贵人子啊 能够靠另外一种力量 外界有另外一种力量 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要利用这一个力量 这就是我们可以用贵人符贵人子 这么久传下来 这个贵人子总是有它的作用的 所以我会在 我看我在后天吧 后天做一个 做一个放在电视机上面的一个直播 我就教大家怎么写贵人子 还有贵人子真正 他能够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等等的 OK 怎么样 好不好吗 有人反应吗 有人说我看起来很diet 是很diet 你想想看一天睡几个小时 然后大法工作等着说 每天干了一大堆东西回家做工 那一抽到时间我就要写稿 我有很多稿要写 很多时候我写稿不假手于人 也不找人家做 我需要自己做 包括我自己的projector 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没有办法 你不能够把这些重要任务交给别人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嘛 OK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你交给别人 你会融入了别人的想法 那就糟糕了 所以我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的 OK 所以贵人子这个后天吧 我明天 今天晚上准备一下 明天晚上再准备一下 我应该足够的时间 能够把这个贵人服贵人子的方式 教给你们 OK 那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 我还没有冲凉 才办公回来一整天 从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了 从早上开始 九点就开始看第一个风水 那后面就开始 上八字啊 这个很多报告要准备 然后很多人要见 然后店里面又好多好多人很热闹 所以这是一件很 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从来不会觉得累 我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 这是老天爷对我的一个厚爱 嗯 OK 看一下哈 嗯 OK 讲了好多东西 OK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贵人服贵人子过后呢 还有1月6号就是我比较重要的一个活动 等一下我也把它paw去Facebook 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就把它换了paw去Facebook 然后12生肖的运势 我记得我只放一个就是属狗的 属狗的那个运程 属狗的运程我就放了在我的面子书里面 我觉得还有还有11个生肖还没有弄出来 所以我会准备接下来再把另外的11个生肖放去Facebook 方便你们自己去阅读去分享 OK所以我把我所有的功夫给你们就对了 我懂的东西全部都尽量分享给线上的你们 OK希望你们能够从我分享的知识里面 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 OK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我要休息了 晚上还要准备一些稿 OK那也希望你们早一点休息 今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的第一天 1月1号2018年 那可以用新的日历了OK 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然后想要的东西赶快在年头做好好你的计划 做好好你的Planning 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在2018年里面达成 那么也谢谢大家这一年里面的支持 1月6号2018年 我将会做一个大型的比较重要的就是粉丝回馈当会 然后你们要多留意我的面子书 我会把它po上去的 OK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时间 我们明天在线上再见 因为我每一天都会上线的 一天都还没有miss过 OK所以我们明天线上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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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